- 各位好久不見啦,又來到我們慢棋三分系列 我們這次慢棋三分系列來到了第56集,這次對上了S先生 那S先生目前等級分1980,我等級分已經來到了192092 我等級分已經來到了2092,這第56集只差8分 只差8分就可以邁向2100了,能不能順利給他達標讓我們來看下去 而現在前55集目前的累積戰績是 55集目前累積戰績是50...52勝2合1敗 對,52勝2合1敗,目前55集累積戰績 那只數一盤,那56集能不能繼續保持只數一盤 我自己也不清楚,我們來看下去吧 現在這個等級分1980,跟我目前差了將近快1000分 但是,千萬不要小小對手的分數 因為很多時候,這些2000分附近的選手都可能是不知名的爵士高手 可要小心應對才行 那在上個視頻,我的三分系列底下有人留言 他想請我評論一下最近在中國發生的黑哨事件 這個也就尷尬了,是吧? 好,那講了這麼多,現在雙方走的是 現在雙方走的是西西里 開局比較罕見的主教一兔 我們已經最近不知怎麼的 上分系列已經拿到好幾隻黑色 而黑色的對局最近有走C4 騎士NB3 還有走C4非常準確的小兵B3 而這次對手採用的是主教一兔 好,那主教一兔我照計畫一樣站起來挑戰白方中心 來吧,S先生 會怎麼操作呢?我們來看下去 現在這個對手有幾個選擇嗎? 一個是敲我中心兵 一個是敲我這隻兵 或是敲騎士 那現在對手選擇這樣操作 那我來敲 這有什麼選擇呢? 這邊黑方就有兩個很常見的選擇 給各位稍微講解一下 有一個是選擇Q敲 Q敲有什麼效果呢? 未來就是如果黑方主教打我的黑Q 我的Q就閃到QA5 準備從QCC繞上去 威脅他的兩條B線或C線 這個是一個常見的選擇方案 但這個方案在時間比較短的賽制中 黑方的掌握度不太好操作 所以 既然我最近有開殘局線上課程 我就試著將我最近上昏系列的每一盤棋 都看看能不能進殘局 所以這次我選擇的方案是這個 騎士敲騎士 這什麼思想? 他如果主教敲我就Q敲騎士換個Q 直接開局不到10回合把Q就換掉 直接進殘局 現在輪到對手對手會如何做抉擇呢? 他會選擇主教敲我的騎士 還是把這個是白鴿主教放著給我敲? 我們來看下去 來吧! 最常見的選擇 還是選擇這個主教敲騎士 主教敲騎士我主皇后敲 他選擇的是後退騎士 罕見 這首騎就比較罕見了 選擇後退騎士 那我 把他主教炸了 我不就可以形成在開放局面下 有兩隻很通暢的主教? 是吧! 在上個視頻中 我們看到卡爾森用兩隻通暢主教 擊敗了丁力人人哥 他完美的操作我能夠學習 他讓我們來看下去 反正他必須做抉擇 要嘛騎士敲 要嘛Q敲 他選擇 Q敲 這裡我就要小心 小心什麼事呢? 如果我主教乍騎士給他這堆疊兵 但這堆疊兵 雖然他是疊兵 但是我的堡壘空洞 非常可能被他的主教利用是吧 有風險 所以我評估一下 這裡別信急 啊 讓我來評估評估 可別心急搞啥了 這個Q 低線佔不久 他持著八九會佔城堡第一萬 跟我搶線 那我的這個Q 到底該怎麼閃 是要閃到QC7 但這個QC7又不喜歡 因為可能被他踩個線手 不舒服 是吧 QC7被踩個線手不舒服呢 該怎麼放位置比較好 讓我再評估一下 放QC7 他贊保 我就復活主教 應該黑國的去 他就替我 還是我Q上這裡 QA5如何 QA5的話他 就不能來我家 因為我皇后守著 但是我QA5 感覺這首Q在A5 也不是一個最終好位置 但是畢竟不會被先守 但這邊就要小心 我這個17兵梅根 17B梅根的話 他如果主教閃開 碰我的這隻兵 我站起來 這隻主教就被擋住了 喔不行 我的QA5在這裡 看著主教到我G4格子 G5格子 應該還行 好 那我就選擇 QA5 把中心線讓開 因為基本觀念 後高分後 站的中心是站不住的 要站線是選擇 用寶站開站的主事吧 因為後太大分了 隨便一個寶 就可以把我後替走 所以我打算準備 復活主教 復活主教 可能這裡 可能這裡準備來站線 唉唷 對手這什麼操作 對手這個操作 很明顯就是想過來 讓我先出寶如何 先出寶打個後再先手 反正我的Q看著我的寶 Q看著寶 他如果騎士動 怎麼動 他能怎麼動 動這裡我直接Q炸騎士 動這裡我就直接 先炸個寶 好來 後護寶打Q 感覺還行 既然他不出寶 選擇出後 那我是不是順理成真 把我的寶 復活站個低線 順理成真 站低線 他會怎麼做 舉止我們來看下去 那他這個手期 不就浪費一步了嗎 Q 平平平平 浪費一步 那我是不是要繼續出指 趁身追擊 我來評估一下 這裡就可以評估 要不要敲了 敲敲敲硬炸這隻 但是在這隻感覺有風險 因為我的寶壘空洞 風險有點風險 還是我先照著元天計劃 把我的主教復活起來 比較合理 復活主教他踢我 會這麼兇啊 應該不會吧 好 復活主教 咦 不好 復活錯位置了 這個位置他如果來這裡的話 打我這隻 不舒服 他選擇先跟我寶牆身 互相寶牆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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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時間突然一時間 就有點緊迫啦 然後有點緊張 有點緊張 炸呢 炸炸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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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線 炸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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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炸炸 但是我就怕這個堡壘空洞被利用 我要仔細評估才行 堡壘空洞被利用可能會出大事 讓我仔細評估一下 這裡別陷阱 仔細評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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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別搞砸了我 是吧 小心謹慎應對 先出寶如何 還是直接放個QB 放個QB 4 這手起如何 直接咬著這個B2 他如果保保 我就Q保 順便打B2 你感覺這手起不錯 評估一下 QB2他如果碰我這隻 碰個Q 又碰個兵 碰Q又碰兵 那我如果直接先炸兵 他就可能敲我這隻代將軍 代將軍的話 那我閃開他就抓我這隻我之間完全開花 不舒服 嘖 不舒服 該怎麼辦呢 真糾結 還是我之間補一溜 之間補一溜最怕什麼 最怕他爆弓屎 我的主角就再見了是吧 哎呀好難糾結 好難細啊 讓我再評估一下 這邊有好多抉擇啊 還是我之間Q寶寶 寶寶寶寶寶寶戰線 寶寶Q寶 抓個兵 好糾結 好糾結 這首旗最討厭的是吧 這首旗著實討厭 還是我之間出寶 還是我之間 好想炸他啟事喔 寫不寫呢 評估一下 仔細看 敲 敲 唉唷唉唷嚇死我 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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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敲 敲 硬敲 抓這一隻 換這一隻 嘶 評估一下 感覺目前 得這個兵 沒什麼問題 但是就怕這個堡壘空洞被打死 真緊張 這個堡壘空洞我hold得住嗎 hold得住嗎 來 來 哎呀 好糾結 好糾結 想了老半天想不到任何好法子 想不到好法子 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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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掉 炸掉 進去 好糾結 好吧 補一個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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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為了A7兵 不要給他碰 讓我未來如果皇后閃過來的話 不會被碰A7兵 如果寶換寶的話 不會被碰A7兵 嘖 但感覺這手機有點消極 但是我看不到 到底能不能這個是個好時機 炸這隻騎士 好 他準備想要拱我了 他就想邀請我炸他是吧 很好 很好 再等近一點 究竟 炸 炸 炸 好啦 給他炸下去 來吧 拼了 20秒 對上7分鐘 這盤棋怎麼想得這麼久 越想越緊張 越想越刺激 能不能成功了 現在我的主教還可以配合皇后威脅C2兵 到底能不能成功了 現在我的堡壘空洞 但是我堆一隻兵 堆一隻兵的堡壘空洞能不能hold住呢 緊張 緊張 超緊張 現在他寶敲寶 就不會敲我A7兵 因為我的A7兵已經用B6生根了 現在我的兵目前沒根了是這隻16兵 好啦 他敲這個弦了 他佔這個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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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佔這個弦啦 再補一隻 兩隻寶戰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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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緊張緊張 超緊張的 到底這個堡壘空洞能不能hold住呢 打我的Q 打我的Q 這手機可以嗎 炸 炸 好像還不錯 那我就 回撤吧 不要冒險 等一下自己自爆了是吧 暫時多個兵 下起來怕怕的 但是我就是多隻兵是吧 無論如何就是多隻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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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這樣說呢 足教護個 城堡護足教打個Q帶碰兵 無論如何我就是多隻兵 多隻兵 就不要冒風險 多隻兵 就穩穩下 多隻兵 就趕緊把它換光光 現在我就是多隻兵16秒 6分鐘對16秒 但十字加秒賽子 加秒賽子 多隻兵 就是有機會可以把它換光光 能不能成功呢 我們來看下去 好 它閃開Q了 它Q閃到這裡 那我就繼續碰我的寶是吧 碰我的寶 呃 踢你 把你踢走走開 如果這個寶 如果我過來 它就可以敲我底線寶是吧 這可要小心 不要發生如此低級失誤了 這可要小心是吧 別發生這些低級失誤了 緊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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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緊張 現在先碰他的後 他後必須做抉擇 他的後閃開 那我能不能直接寶炸 算了 來 換了 用寶炸 不會被欠整 現在他的底線沒根 沒根寶 他是一隻底線沒根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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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對手是一隻底線沒根寶 我就可以對他底線沒根寶 做一些有效打擊 有沒有機會我們來看下去 嘿嘿 對手是一隻底線沒根寶 真是開心 那現在我過兩隻兵 我過兩隻兵的火 能不能繼續 趁一趁追擊 趁一趁追擊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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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生什麼事了 發生什麼事了 好像我走搞砸了 是不是有點太緊張走錯了 忘記他的王已經散開了 我敲寶帶沒有帶僵了 哎呦 時間抓太緊 太緊迫了 有點緊張 時間抓得太緊迫了 緊迫了 太緊迫了 讓我有點緊張 到底會不會搞砸了我 會不會搞砸了我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先測先測先測 哎呀呀 堡壘空洞的問題要出現了嗎 有出失了嗎我 我是要出失了嗎 現在多一隻兵 但是堡壘空洞 堡壘空洞的問題要出失了嗎 緊張啊 我搞砸了我 哎呀呀 還好現在多個兵 趕緊換掉 呼 雖然是異色格主教可能和喜 但是還是有機會出考題 現在感覺留的後隊伍風險過高 我的堡壘空洞會出事啦 真緊張 時間控制讓我非常的 危險 這裡 這裡 我頂住你 好設計啊 到底行不行 直接都說不太準 呃 我來 這裡 來這裡只能硬頂呢 搞砸了我 我搞砸了 哎呀呀 哎呀呀 把我的優勢搞砸了 就毀了這部 王閃開沒有帶將軍閃 沒有將軍就錯過我的優勢忌毀了 有時候十秒鐘 時間果然操作的太緊迫了 來這次還他吧 時間操作太緊迫 進入了同色異色格主教平兵殘局 他會接受嗎 他 他接受了好吧 就是進入異色格主教平兵殘局 那現在這次一點何其樣 這一點何其樣能不能出考題呢 難 難 不太好操作 一連何其樣的殘局 能不能出考題難度超高 我試試看吧 來 試試看吧 是吧 沒事沒機會 有事有機會 就試試看 反而兩個白格兵他抓不到我 異色格主教殘能不能拼個考題 我自己都說不太準 那我們來看下去 來吧 先放白格 再放白格 兩個人都放白格 應該就ok過關 好 再放白格 嘿 異色格主教殘局 現在不會有被拍攝的風險 但是要考出個引擎難度可能超高 能不能考出個引擎 我自己都說不太準 那我們來看下去 來吧 這隻兵只要到手就有機會 關鍵是這隻兵要到手 這隻兵到手難度超高 他只要一手就守住了是吧 這個 有機會嗎 評估一下 這個 強行創造出一隻通路兵 這樣子我就形成兩億游兵 用這隻兵綁架他 有沒有機會 我們來看下去 反正先進去 嗯 不太好湊弱 這裡 這裡 什麼 波熠 貓臭走 不好湊走 反正再差都可以用這隻手住他 關鍵是我要把王過來抓三隻 不好湊走 這隻兵要前進難度很高 我先用主教守著咨嚨去好了 看我去虧 剛才怎麼走呢 柔最後 走這個 繞 他跟我回廁所 好 繞 繞过去 繞过去 老王 繞过去他家 能不能把这三只摸一只看看 哎呀呀 合起了 难道我的56级要胜利还是难呢 手个 抓一个 绞过去抓 有没有机会我试试看 难 难啊 嗯 一个 这盘棋被我搞砸了 这盘棋最关键是三合一败 52胜三合一败 没有任何机会翻盘了吗 冲 秋秋 不冲没机会 但冲了有什么机会我看一下 来试试看 冲也是合 陆冲也是合 好歹一点的合起 没有任何机会 难啊 是的 他没这么好骗 那就给个合起吧 这盘棋 看来也就了无声取一盘合起了 哎呀 被扣了六分 无奈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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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